第三季间隔缩短遇上Omicron入侵社区 民众打气大幅提升 新北有128万人符合资格 11号上午9点开放30300预约名额 两个小时之内三重永和和系纸接种站迅速而满 截至下午只剩下阴哥区有177位名额 指挥中心确定本周六重启1922 我们预计是15号要开始进行预约了 那这个是第三季17号这边开始施打 1922平台重开预约主要针对第三季接种 15号上午10点到16号中午12点 17号到23号施打 未来会以一周一期的方式预约 指挥中心不会发简讯提醒 另外根据统计有不少民众打三剂偏爱莫德纳 国内莫德纳的存量只剩下230万剂 等于只有460万人可以打得到 一旦打完民众就得选别种疫苗 不过今年购买的2000万剂莫德纳究竟何时到货 可能在第一期会有新的疫苗再来 根据美国最新的研究 没有打疫苗的人住院风险是打完第二剂的 6倍多更是打完第三剂的14倍多 而且打完第三剂产生的保护力 比第二剂高两倍以上 可以避免感染Omicron之后住院死亡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老人家这样的族群 风险比较高的族群 保留给他们施打 这样子的话比较平衡 也比较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保护效力 随着Omicron病毒攻陷国门 社区已经有多例幼童染疫 5到11岁的孩童是否能打疫苗 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上纯 他回应在ACIP小组会议会提出讨论 就国内目前的状况来讲 疫苗接种年龄 好处坏处等等都会做通盘考量 记者周天杰王一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dancing 转发 变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